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可谓是造就了许多的财富神话 那一想到互联网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马云 马云也是国内互联网电商的教父级人物 但就是在马云创立阿里巴巴的前一年 马化腾也创立了腾讯 做起了社交软件QQ 从我们接触互联网的开始 就没有离开过腾讯的QQ软件 之后腾讯再次进行自我革新 推出了微信 微信不仅是移动社交工具的王牌 更是移动支付工具的王牌 截止到2020年 微信的官方数据反馈已有11.2亿多的用户 在互联网社交领域真正是无人能敌 在社交领域 马云也曾经投资过唯一能和微信抗衡的社交软件 那就是默默 但是因为双方的义务发展路线不同 最终导致马云放弃了默默 马云也曾经想过用支付宝来撬动微信的市场地位 但是支付宝发展到最终却成为了支付工具的一张王牌 在社交领域还是没有人展开手脚 我们会用支付宝付款 但很少会用支付宝去聊天 但是马云还是没有放弃 于是撤资10亿元来打造社交软件 丁丁与微信来抗衡 不过最后丁丁也是以失败而告终 所以想要从正面去对抗马化腾微信的地位 还是很难的 然而丁丁并没有从此消失 而是另辟蹊径 开启了全新之路 全力把丁丁打造成为企业办公的软件 丁丁目前已有脸翼的用户 在移动化办公方面还是领先与微信一筹 不管是大型的文件传输 还是文件存档 视频会议 签到打卡等等 都要辩解与微信 丁丁的出现为企业移动化办公 提供了更为人性化的管理 让企业管理更加有效 这一点微信是所不能比例的 目前丁丁在苹果的应用市场上排行第一 而微信却只排在了第三 这就说明 在不远的将来 丁丁很有可能会超过微信 其次 丁丁还在不断的完善当中 也已经相续推出了朋友圈的功能 随着这次疫情的发生 将会彻底的改变企业的传统办公方式 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运用到 移动化办公软件 丁丁 相信大家在这次疫情当中 也感受到了移动化办公的便捷性 马云曾说过 未来我们每天只需要工作三到五个小时 就可以完成一天的工作 让办公无处不在 那看来 此话越来越得到了验证 随着移动化办公越来越普遍 丁丁的应用市场也将会越来越普及 其次 马云手里还有一张王牌 那就是支付宝 丁丁和支付宝完美的结合 未来想赶超微信的社交地位 也不是不可能 很多网友也暗自感叹 终于可以不用再用微信沟通了 那如果让你二选一 你会选择继续使用微信呢 还是使用马云的丁丁呢 你们对马云的丁丁 未来的发展又如何看待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好了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下期见